中共的總書記習近平 還有大陸國務院的總理李克強等等的 都有出席今天的一個盛典 而且來看到是前任領導人胡錦濤 其實也都有出席7.1的活動 那在胡錦濤其實來看到 這個習近平的他的左側他是有點 有白髮蠻多的 那另外比較關注的是年遇 九旬的這個江澤民他是沒有出席的 那習近平他穿著 也引發大家討論 是這個中山莊 那其餘的中共現任 還有前任的高層 則是穿西裝 習近平他開創的是中式禮服 已經成為大陸的官員 在國際重大的正式場合當中的 着裝樣板 而這樣的慶典總計有多少 7萬人去參加這麼大的群聚 儘管是戶外的 但是不用戴口罩 這也是向全世界來展現出 大陸的防疫的成果 所以一點一滴 都有透露出一些端倪的 另外大陸官家主席習近平 這些人他們是登上了天安門的城牆之後 城樓之後去觀看直升機 還有戰機等等的 像是編列成這個100 待會我們會給大家看最新的影片 100跟7E的字樣越過上空 之後還有這個15架的殲20的戰機 組成了三個梯隊飛躍 最後則是由教練機拉出這個石道的採煙 非常的漂亮 其中有個亮點是7E勳章 才剛獲得的這個得獎者 張桂梅等等的人登上了天安門的城樓 張桂梅在接受7E勳章頒贈儀式上他有說呢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 我就要站在講台上 清盡全力奉獻所有 久死亦無悔 而這一次的7E勳章獲獎者呢 獲得者被邀請到了天安門的城樓上來觀禮 那象徵什麼呢 象徵的是共產黨對這些來自於人民 深耕人民默默貢獻的平民英雄 他們的敬意 而這次的慶典呢 也有幾大的創舉 我們來跟大家講 包括呢是首次在天安門的廣場 用這麼盛大的儀式慶祝中國共產黨的生日 那像以往的時候呢 譬如說是建黨40年啊 以及呢建黨60年啊 或者70年80週年啊 90週年或甚至是95週年 蠻近的 2016年 這個慶祝大會呢 通通都在哪裡 人民大會堂舉行的 那另外一個首次 就另外一個創舉呢 是這個活動時間 是最早的 那今年是呢 早上8點開始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呢 是早上8點就開始看這直播的 有的幫我加一排刷一好不好 有沒有誰是跟我一樣 早上8點就開始看這直播的 有的加一啊 那這個今年是最早的嘛 但跟以往來看的話呢 像是1951年啊 是在黨的30週年慶的時候 是在下午6點舉行的 1961年的時候 建黨40年的時候 則是在晚上7點舉行的 2011年建黨90週年的時候呢 還有包括2016年建黨 95週年的時候 則是在早上10點舉行的 所以8點舉行真的是最早的 還有呢因為是100嘛 100歲生日快樂 現場有非常多都是有100的意涵喔 我們待會會一一的帶大家來看 像是呢整個天安門的廣場裡面 除了紅色 當然是非常醒目的顏色之外 天安門的廣場呢 東西兩側呢 還有100面的紅旗 象徵呢就是呢 中國共產黨百年風華 青春正貌 說到了100 還有五六門的禮炮 共鳴了100響 這也是非常的精彩 那首次呢還有共青團呢 還有少先隊的隊員呢 來進行献詞 這個呢這四個人 真的討論度很高 待會也會帶你一起來看看 而這都是呢今年啊 中國共產黨的黨慶 首要的一些創舉 其中呢還有一個小插曲 是跟媒體相關的 我們媒體最有感了 因為呢這個典禮尾案呢 當然是最高規格囉 對媒體的安檢也很重視 那其中呢 攜帶蘋果的筆記型電腦喔 的境外媒體 居然全部都被擋下了 要求必須要貼上代表官方認證的標籤 才能放心 飛行表演拉開序幕 五隻十兼十戰機 分別列陣排出象徵 建黨一百年與七一字樣 十五架兼二十 首度以三個梯隊的龐大陣容呼嘯而過 現場一震驚呼 中共建黨百年擴大慶祝 一百翔禮炮 相撤雲霄 一仗隊步伐整齊 英姿薩薩 讓人眼睛一亮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習近平談話中強調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共產黨的任務 並再度重申一中原則和九二共識 語氣篇幅都叫二零一九年建政七十年強烈許多 群眾鼓掌更長達二十四秒 全場之最 霍衛彰顯抗議有成 大會八點開始前 工作人員紛紛要求現場七萬人取下口罩 這場活動不過一個半小時 但採訪媒體卻起得比激早得提早五個半鐘頭 凌晨兩點半隔離酒店集合 量體溫發勤檢 再搭缺前往世紀潭安檢 水一體食物通通不准帶 記者縣一人一台手機筆電 還一度管制Apple不能用 經協調比照攝影器材 貼上核准標籤後放行 五點前抵達天安門廣場 還必須進行二次安檢 建黨百年為安嚴謹 不容差遲 記者立宗昂陽七號北京採訪報導 看了這個不准戴口罩 真的讓我們蠻有感觸的 臺灣是一定要戴口罩 那中國大陸展現出防疫有成是 不准戴口罩 這一點就讓大家很驚豔了 對不對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百週年的大會上 中國人民解放軍真的太精彩 等一下就要一起來看了 空中梯隊飛越天安門的上空 進行飛行慶祝的表演 透過這張圖表 中國大陸媒體做得真的太詳細了 我們看到透過這張圖表 先跟大家講一下 你待會看的時候才會看出門道 這個順序是有變化的 我們先來看 首先你會看到直十跟直十 直八跟直十 在空中護衛隊的梯隊當中 拉開了飛行慶祝的表演序幕 接著是四架的直八 這是個重點 四架的十八 它帶非常多的布條 上面寫了什麼呢 偉大的中國人民萬歲的紅布條 其中這個直八L的軍用直升運輸機 你待會一定要看一下 因為它是改良型的寬體直升機 未來會登上了075的兩棲攻擊艦 作為兩棲作戰的重要裝備 重點它是首次的公開亮相了 改良型的寬體直升機 這個是待會的重點 你看到這個紅色的直條 它就是直八了 再來就是直十跟直十九 組成了這個100 有沒有100的字樣 這直十跟直十九 所組成的一個字樣 整齊劃一 接著這是尖十排列成71 這個數字也是很明顯的 掠過長空 慶祝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了71週年 在後面的則是有15架的殲20的飛機 組成了三個梯隊 呼嘯而過 待會你也會看到 最後則是教練機 拉出了十道採煙 殲20又叫做什麼呢 叫做威龍 也是這次很重要的亮點 是首次正式以這麼大的一個陣仗 同時出現在公眾面前 為什麼說第一次那麼大呢 之前的殲20同時出現的最高紀錄 是5架 當時是2019年的10月1號 中共建政70週年 那場景也是在北京 中國大陸來看到空軍專家 叫做傅前哨 他就說15架的殲20 是空前龐大的陣容出現 顯示什麼樣意涵 這款的戰機在技術上已經是成熟的 而且進入量產的階段 也有很多單位也開始來列裝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一段精彩的畫面 總是說15架的 在後來 還能是成熟的 從來 從來 不來 有一個人的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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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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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走一百步的起步走 还有一百步的正步走 以及一百步的起步走之后 走完了两百二十公尺 这个画面真的是整齐画一 甚至还有网友开玩笑说 强迫阵都是被藏国家灌出来的 你真的要仔细看 那个画面实在是太震惊了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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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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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好未来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 强大能力 好刚才听到了习近平主席的谈话 我们来看看先看大陆的学者 上海的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成科 他说习主席他透露出四层的一个意涵 包括解决台湾的问题 实现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两岸和平统一的大方向是没有改变的 针对任何台独图谋 大陆都会坚决于粉碎 还有他强调的是 大陆维护国家主权 跟领土的完整的决心跟能力 这上述四个层次 非常的清楚 完整的阐述了大陆对台湾的政策的大正方针 虽然最近有一段时间以来 各界都有各种大陆核实会武统台湾的猜测 但是习近平主席的致死内容显示的是和平统一 还是大陆对台湾政策的主轴 而至于习近平今天为什么没有提到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呢 那包成科说认为啊 2019年的时候 习近平主席发表了习五条 当时的时空背景 是要纪念呢 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 是专门针对台湾的问题讲话的内容 当然会比较详尽啊 也有针对性 但是今天是纪念的是中共建党百年 那当然是总结这一段百年的历史 台湾问题呢 只是比较小的一部分 因此呢 篇幅是有限的 所以只能提纲窃领的 完整陈述了基本的原则 不过呢 包成科指出来说 大陆从1979年发表了 告台湾同胞书 以及和平统一 一直都是对台湾的基本方针 不放弃武力 完全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 所发出来的警告 那目前呢 这个一个中国原则 或者是九二共识 没有出现法理性的明显变化的话 和平统一对台的策略呢 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他就说了 民进党政府啦 要如何接招 如何应对 就要看蔡英文的政治智慧 虽然目前呢 两岸关系呢 是比较紧张的国际局势 周边的局势也出现变化 但是呢 从北京中央的角度来说 只要还有一丝可能的希望 大陆还会尽最大的力量 用和平统一的方式 来推动两岸的统一 那台湾学者我们来看到的是 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的 荣誉教授赵春山 他说呢 习主席这一次的对台谈话 有三点重要的讯息 其实跟大陆学者也蛮像的 他说 首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和九二共识 那这一次是和 就是呢 一中原则 以及九二共识是切开的 并非过去呢 一度所说的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 这是以前的 那所以他说这一次的意义呢 有别于是突出 九二共识有工具价值 回到原汁原味的 九二共识的意涵 再来是呢 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 已经呢 从这个建党百年 征程当中 踏向了第二个百年的目标 未来对台湾的政策 要完全配合 第二个百年目标来前进 两岸和平统一 进入了进程 所以呢 未来中国大陆 会做很多的工作 最后呢 则是任何人都不要低估 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 跟领土完整的坚定的决心 这里是讲给外部人听的 尤其是说给美国人为首的 这些外国人听的 如果呢 是单纯对台湾讲话的话 就不必强调中国人民 因此呢 强烈的警告 外国势力 不要介入台湾的问题 接着来看到 不只是谈到台湾的问题 受到瞩目 习近平主席呢 其实还有跟美国等西方国家 来有一些弦外之音吗 我们来看到哈 习主席怎么说呢 他说呢 欢迎一切呢 有意的建议呀 还有善意的批评 但是呢 我们绝不接受 教师爷般的 遗址气使的说教 中国大陆的发展进步的命运呢 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来听一下 习近平主席是怎么说的 中华民族 人类文明的一切 人类文明的一切 有意成果 欢迎一切有意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 但我们绝不接受 教师爷般 衣食气质的说教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昂首扩步走下去 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